到了机场之后,赵德良所称的飞机还没有到,他们就等在贵宾室里。 原本可以问一下此事,可是唐晓舟始终没有提。 他心里明白,王慧庄既然知道赵德良今天上午回雍州,又直接闯到他的办公室,很难说和于丹洪没有关系。 柳全市可是省长陈运达的势力范围,于丹洪和陈运达又属于一个圈子的。 如果不是他们两个人从中起作用,这次柳全市为苗学红事件丢官的恐怕不会少。 官场里的圈子十分复杂,与圈子有关的事,自己还是少掺和为好。 赵德良的这次香港之行显然收获不小,竟然主动叫唐晓舟和他一起坐在后面。 于丹洪在一旁看了,眼睛都瞪大了,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 唐晓舟呢,也不管这么多了,他很清楚,自己和于丹洪是没法搞好关系了,他要不高兴,那是他自己的事。 汽车启动之后,赵德良问唐晓舟, 最近家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吧? 啊,没有。 其实唐晓舟也在考虑,要不要把王慧庄的事情告诉赵德良。 转而一想,这件事,于丹洪应该已经处理好了。 可是没有想到,王慧庄这个人是一根筋,竟然等在了赵德良的办公室门口。 这也难怪,副市长全大力大,这个职位一旦丢失,损失是不可估量的。 既然明知结果,谁不放手一搏呀? 王慧庄大概就是这种想法吧。 即使要来硬的,他也要和赵德良较量一场。 于丹洪和唐晓舟陪着赵德良走上三楼,刚跨出电梯,拐上走廊,便看见王慧庄迎了过来。 唐晓舟暗吃一惊,转头看着于丹洪,发现他脸上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得意。 唐晓舟明白了,这件事是于丹洪在背后推波出来。 难怪自己打电话,叫他上来时,他见到王慧庄不是打招呼,而是问,你怎么在这里? 唐晓舟真不明白,这个王慧庄是怎么当上副市长的? 人家拿他当枪在时,他竟然真的像子弹那样一往无前地往上冲。 难道他没点脑子吗? 赵德良看到王慧庄,明显愣了一下,他感到惊讶。 并非他对王慧庄很熟,而是因为他问过唐晓舟,到午饭前并没有特别的安排。 在没有安排的前提下,办公室门口有人等自己,这就太不正常了。 王慧庄主动迎了上来,恭敬,却又谄媚地叫了一声赵书记。 赵德良问道,你是,啊,我是柳全氏的王慧庄。 赵德良嗷了一声,显然,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,他不解地看了看唐晓舟,又看了看余丹红。 余丹红不得不表现一番,恶声恶气地说, 你怎么在这里啊,不是让你先回去吗? 王慧庄不理余丹红,对赵德良说, 赵书记,我想和你谈谈。 赵德良犹豫了一下,还是同意了。 好吧,那你进来吧。 然后又对余丹红和唐晓舟说, 丹红秘书长,你也进来吧。 晓舟啊,你给王市长倒杯茶过来, 别的事先推一推。 唐晓舟打开门,将赵德良的包以及茶杯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。 赵德良已经在沙发上坐了下来, 也不叫余丹红和王慧庄坐, 两个人只好站在那里。 唐晓舟不太满意地看了一眼余丹红, 退了出来,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, 拿了两个茶杯,提了水壶,走出门, 迎面碰到了余丹红。 这回唐晓舟不得不和他打招呼, 啊,秘书长走了。 余丹红停下来,看了他一眼,口气严厉地说, 你是怎么搞的? 你的工作就是替赵书记把关, 你啊,就是赵书记的门神, 你这个关是怎么把的呀? 唐晓舟的头一下子就大了, 这是我的错吗? 这个关我把不住,自然要请示你秘书长。 我不是已经让这件事交给你了吗? 但是这话,唐晓舟当然不能说, 只能是闷在心里。 余丹红,余弄未消,口气更加严厉了许多。 赵书记是全省人民的书记, 把你放在这个位置, 是要你来工作的, 不是要你来玩的。 你竟然连赵书记正常的工作秩序都保证不了。 你告诉我, 你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呀? 你这是极其严重的失职, 你知道吗? 唐晓舟不知所措了, 官大一级压死人, 余丹红的官可不止比自己大一级, 而是大很多级, 大的他这一辈子都可能达不到。 他如果不是赵德良的书记, 而是办公厅普通工作人员, 余丹红要处置的那是惊而易举, 他甚至连申诉权都没有。 面对余丹红的怒斥, 唐晓舟已经愤怒到了极点, 却又不能表达, 只能是唯唯诺诺地说, 是, 秘书长批评的对, 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, 我检讨。 检讨,检讨, 你以为检讨, 有能代表一切吗? 此时, 赵德良出来, 替唐晓舟结了位, 他走到门口, 远远地说, 丹红啊, 你去忙吧, 小周, 给我加点水。 余丹红不好再说什么, 恶恶恶地瞪了唐晓舟一眼, 抬腿就走开了。 给王会庄倒了水, 又看了眼赵德良的杯子, 里面的水没有喝过, 还是满的。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, 唐晓舟感到心里特别不爽, 他很清楚, 刚才的一切, 余丹红小题大做, 其目的, 一是踩他, 二是借此告诉赵德良, 此事与自己无关。 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同事的身上, 你可有很多办法对付, 比如, 惹不起躲得起, 比如眼不见心不烦, 比如井水不犯何事, 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, 可是这种事, 一旦发生在上下级之间, 尤其那个上司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, 你就避无可避, 躲无可躲, 只能听天由命, 硬着头皮接着。 唐小舟坐了一会儿, 隔壁的声音大了起来, 他暗吃了一惊, 立即起身, 提了开水壶走了过去。 这也是秘书的工作之一, 领导找人谈话, 常常会遇到一些难缠的主, 秘书就要及时过去, 用一些小事打打岔, 彼此也许就能平心静气了。 唐小舟进去的时候, 王会庄正在说, 我能不激动吗, 就这么把我吓了, 人家会怎么看我呀? 我请求省委给我一个说法, 又有什么错呢? 唐小舟走到王会庄面前, 往他的杯子里加了点水, 递给他说, 王市长, 你喝茶。 赵德良靠在沙发上, 双手伸直了, 搁在沙发扶手上, 眼睛平视着前方, 表情漠然, 很难看清他内心的活动。 唐小舟端起他面前的杯子, 往里面倒水, 并且小声地说, 营兵馆那边电话催了, 人已经到齐了, 就等您了。 唐小舟虽然是小声, 却故意让王会庄听到, 这是暗示王会庄, 赵书记还有重要活动, 你该走了。 可是王会庄呢, 却装着没听到, 坐在那里, 一动不动。 赵德良站了起来, 对唐小舟说, 嗯, 那好, 你准备一下, 我去上个厕所。 他抬腿往外走, 到了门口又停下来, 对唐小舟说, 你给余丹红打个电话, 王副市长的事, 叫他来处理一下。 赵德良出去之后, 唐小舟很小心地, 对王会庄说, 王市长, 您看是不是先回去? 王会庄愤怒地说, 我不回去, 今天呢, 不给我一个说法, 我就留在这里。 您也是领导, 您应该知道, 办事啊, 总有个程序, 需要一点时间呢。 您等在这里, 也不能立即解决问题呀。 为什么不能解决? 他不是上位书记吗? 他有绝对权利呀, 要是真想解决, 那还不是他一句话吗? 听王会庄这么一说, 唐小舟无能为力了, 只好给余丹红打电话, 说王市长在赵书记的办公室不肯走, 赵书记希望秘书长来处理一下。 唐小舟以为, 王会庄是拿定了主意, 要和赵德良硬抗到底, 他如果真的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, 恐怕余丹红上来, 也决绝不了这件事。 让唐小舟没有料到的是, 余丹红只是在赵书记的办公室待了一分多钟,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, 王会庄竟然走了。 唐小舟装着上厕所, 算是给赵德良通风报信。 赵德良站在小便池前, 抖动着身子, 对唐小舟说, 你告诉余丹红, 通知所有在家的常委, 中午一点钟, 开临时常委会。 通知余丹红后, 唐小舟立即下楼, 去了机关食堂, 替自己和赵德良打了快餐, 拿到了办公室。 中午的常委会是临时召集, 人到的并不急。 除了赵德良、余丹红、丁颖平之外, 还有组织部长马昭武, 纪委书记夏春和, 政法委书记罗先辉, 常务副省长彭清源等人。 但是省长陈运达, 省委副书记尤杰, 和雍州市委书记周希若都赶不回来。 赵德良指名由唐小舟来记录。 唐小舟认为, 赵德良之所以指名道姓, 是在向余丹红表明一种态度, 他是完全信任唐小舟的。 相反, 王会庄事件的背后, 他已经看到了余丹红的影子。 接下来的常委会, 将如何讨论王会庄的问题呢?